大家好,大熊 继续为您带来俄乌战士的最新消息 32岁的约翰尼是加入西伯利亚赢的俄罗斯人之一 该赢目前隶属于乌克兰武装部队2022年2月 俄罗斯入侵了乌克兰史 来自圣米德堡的32岁约翰尼 为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他想推翻普京政府 他在乌克兰首都郊区 一个偏远交战的一家咖啡馆里告诉记者说 事实上他想亲手杀死俄罗斯总统 10月约翰尼加入了西伯利亚营 与其他俄罗斯人一起为乌克兰而战 西伯利亚营是去年夏天 由总部位于波兰的俄罗斯反对派组织 公民委员会组建的一支部队 约翰尼表示我们希望俄罗斯民主化 而且在目前的状态下 这是不可能的 俄罗斯必须分裂成更小的碎片 我不在乎它是否会像比利时一样小 雅伯特和车臣等地 以及其他地区如果愿意的话 应该能够脱离 该组织协调员54岁的丹尼斯索克洛夫表示 西伯利亚营的50名战士 目前正在乌克兰接受训练或作战 另外40人在等待过境时 正在接受乌克兰安全部门的检查 他表示还有成千上万的其他的俄罗斯人 愿意加入对抗莫斯科的战斗 并夸口说公民委员会每天收到多达十份的申请 出于安全原因 想要报名的人必须首先前往第三国 从那时起处理申请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索克洛夫表示 乌克兰人不信任俄罗斯人 这是有原因的 但这场战争是这个政权以我们的名义发动的 我们有义务决助它 截至发稿时 波兰和乌克兰当局都没有回应媒体 对公民委员会和西伯利亚营发表评论的请求 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数百名俄罗斯人背叛了自己的国家 并支持了乌克兰的军队 据国际危机组织称 他们的动机各不相同 该组织在十月份表达 来自俄罗斯联邦的大多数的新兵 来自北高加索 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 长期以来一直主张与中央政府分离 然而也有俄罗斯族人代表乌克兰而战 有些人只是同情乌克兰事业 或者将加入乌克兰视为自己对抗俄罗斯总统 弗拉基米尔普京斗争的一部分 然而其他人是极右翼活动人士 他们希望战争结束时 不仅会导致普京政府垮台 而且会建立一个新的 种族同志的俄罗斯国家 战争直当团表示 极右翼战士是俄罗斯部队中 战备最充分的俄罗斯军队 正式的成为乌克兰国际军团的一部分 在乌克兰国防部的许可下作战 并使用乌克兰的武器 根据俄罗斯法律 叛国罪的定义在四月份扩大到 包括为敌人而战 这种犯罪可能会导致终身建计 相比之下 继续报道 克里姆林宫 向选择与俄罗斯军队 并肩作战的外国人 提供了公民身份 西纪一手臂上带着乌克兰国旗 这26岁的俄罗斯人 正在接受野战医务人员 培训约翰尼时的加入该部队后 采用的化名 他等了七个月才进入乌克兰 今年三月 他联系了公民委员会 当时该组织正在帮助俄罗斯志愿军 招募战士 这是一支极右翼部队 在三月和五月入侵俄罗斯 此后 这两个团体分道扬镳 公民委员会决定成立一个新的 更具包容性的单位 牵手非白人和非基督教的俄罗斯公民 西班牙营由一系列人员和团体组成 包括无政府主义者 穆斯林 和为解放圣维德堡地区 而奋斗的自由英格里亚运动成员 约翰尼他没有告诉家人 他的战斗或下落 表示人是不同的 我们年龄不同 我们的价值观不同 但我们都想击败俄罗斯 我们相信这只有通过武装手段 才有可能实践 西班牙营因俄罗斯广阔的自然资源 丰富地区而得敏 西起乌拉尔山脉 东至太平洋 索克勒夫说 我们知道 莫斯科的所有财富都来自西伯利亚 而莫斯科和俄罗斯其他地区 都靠西伯利亚资金为生 从政权手中夺走这些资源很重要 因为首先没有他们 帝国的侵略性就会减弱 其次西伯利亚人民 有权独立管理他们的资源 不仅仅是土著人民 而是生活在西伯利亚的每一个人 西伯利亚营也接收来自其他地区的人员 比如出生于莫斯科的 26岁的西伯利亚营 实习军医西纪伊 这位还经营自己企业的前海关官员 与约翰尼同一天抵达乌克兰 并在该组织为俄罗斯志愿军 招募人员时听说了该组织 但西纪伊这个化名在俄语中 意为灰蓝色 并不与极右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 穆斯林战士西纪伊表示 他希望成为乌克兰生存斗争的一部分 2022年4月 他皈依伊斯兰教 当他已经在乌克兰时 他的父母知道了他的决定 他已经与俄罗斯所有认识的人断绝了联系 西纪伊表示 虽然很难接受他唯一的孩子参战 但他的母亲并没有抗议他的决定 每个人都为自己做决定 我意识到生活中还有比物质财富更重要的东西 西纪伊表示 如果说有一件事 值得你为之牺牲 那就是自由 乌克兰正在为生存而战 最美逆行者向英雄致敬 1月31日 乌克兰总参部 公布过去24小时俄军战死 死亡1090名士兵被摧毁51门火炮 10辆坦克和32辆装打车等重装备 这是俄军死亡人数和装备损失数都不要多的一天 战场上霍利夫卡方向 乌军取得进展 成功控制了一条俄军的战壕 扎乌尔热东部战场 哈尔科夫国土防卫旅 第28营 击退了俄军向 波里尤特尼北部的大规模的进攻 俄军投入了将近两个连 损失超100人后 没有进展 不得不撤退 赫尔松战场 俄军进攻克林基的士兵 遭遇了极数炸弹的杀伤 付出代价后退回 这个桥头堡阵地 俄军打了很久 但现在乌军的控制区 反而变大了一些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部发言人 安德烈·科瓦·廖夫表示 乌克兰军队昨天在卢干斯克地区 使用了毒刺防空导弹 击落了一架俄罗斯苏三式战斗红大器 昨天上午 乌克兰部队成功袭击了 被临时占领的克里米亚 罗茨多尔内村附近的俄罗斯 防空系统的内大战 顿尼茨克城 乌克兰抵抗组织升起了乌克兰国企 这可是俄军经营了十年之久的重镇 莫斯科·谢尔滨卡币的战 发生了严重的爆炸 导致部分地区停电 荷兰吹下了新的价值1.2亿欧元的 对乌克兰援助计划 其中 8700万欧元购买炮弹 2500万欧元购买设备 1000万欧元 用于改善乌克兰的网络防御 据报道 这一名美国官员和另外三名知情人士透露 武亚大楼已成功的为乌克兰测试了一款 新型的远程精确炸弹 预计本周三 乌克兰将接收到第一批地面发射的这种远程制导炸弹 作为美国官员表示 这种新型制导炸弹的飞行距离约为150公里 预计将成为乌克兰军队的一种重要的远程打击武器 这为他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更深层次的打击能力 增强了他们的远程火力武器库 这是箭袋里的一支额外的箭 可以让乌克兰军队做得更多 打得更远 这种武器由波音公司和萨布公司联合开发 由绑在火箭发动机上精确制导的250磅炸弹组成 并可以从各种地面发射器上发射 美国军方拥有类似的空中发射版本 但美国陆军库存中尚不存在地面发射版本 据一位业内消息人士称 美国陆军在批准将这种武器运往乌克兰之前 监督这一新型的精确制导炸弹的测试 路德社消息 俄罗斯央行总裁埃利维拉 萨西普扎多夫纳 纳比乌林纳周二表示 俄罗斯希望金砖国家组织 就成员国面临国际收支压力时 动用该组织外汇储备一事达成一致 由于出口收入下降 俄罗斯2023年经常账盈于缩水近80% 降至502亿美元 同时莫斯科有大约一半的外汇储备无法动用 约有3000亿美元被西方国家冻结 纳比乌林纳在接受俄罗斯新闻社采访时说 2024年金砖国家的央行将更加注重本国货币结算 建立不受西方制裁影响的支付基础设施 金砖国家的外汇储备池有1000亿美元 必要是可以为成员国提供支撑 自2018年以来我们每一年都进行测试 使其随时做好准备 但迄今为止 还没有一个成员国动用过 因为没有必要 今年我们希望完成谈判 这样各国如果遇到国际收支压力 可以按本币计算 从这个资金池中获得资金 说白了就是俄罗斯现在手头紧了 没钱了 想要动用金砖国家组织外汇储备池中的1000亿美元 鉴于金砖国家的成员组成 本人财数学浅 能力不能胜任 也不敢分析或评价该消息 塔斯斯的消息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月30日表示 西方认为俄罗斯会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 结束后将入侵波罗的海国家 芬兰和瑞典 西方的这种认识是荒谬的 西方应该相信 乌克兰之后 俄罗斯不会进攻任何其他国家 看到拉夫罗夫说 西方的认识是荒谬的 让我想起来之前扎哈罗瓦那句著名的 说俄罗斯准备攻打乌克兰的可能只有缺德的疯子 又是荒谬 又是缺德的疯子 看来西方人的脑子真有问题 节目最后又到了有所期待的时候了 马上春节就要到了 大熊想让妻儿过个好年 所以在这里跟大家讨要一些打赏 当然如果您的经济情况不好 就别给我赞赏了 帮我转发视频 或是推荐给其他的朋友来观看 也是对我很好的帮助 让我们共同努力 一起为正义发声 一份小小的鼓励 一份暖暖的心意足以 祝所有朋友皮爱喜乐 事事如意 愿所有的幸运伴随着您 愿天家大同再也没有战争 好